之前有五十九名的六星級的養生集團的 這樣一個離職的那個按摩師 像在台北市勞動局這邊申請勞資調解 那主控六星級的那個真材的廣告 他說累出了包括半年的總報酬三十萬元的這樣的一個給付的條件 夜薪五萬元夜休六天 其實你們沒有底薪的保障 請問主委 這是不是那個不許的廣告 沒有保障底薪啊這樣有沒有違法 我們就請這個 班委員 我據我們了解 其實他們應該是有公用關係存在 可是過去呢他們是透過用承染的方式 所以才剛剛委員所說的他們沒有所謂的底薪 不過現在據我們了解他們現在已經 那用承染的方式這樣有沒有違法 是違法的 對我們這個 對我們勞委會這樣的話 我們是一個那個政策執行的單位 那這樣有沒有違法 也是有違法 他是違法的 所以現在台北市勞動局現在正在做這個處理的過程中 對 那業主有改過嗎 就因為現在在地方政府在處理中 還在處理當中 是不是 那如果說他們如果說沒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他們去的話 他們必須要付六萬年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技術會是不是 指導會是不是 我相信這裡面 那結業後還要另一千兩年的這樣一個 六萬年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保證金 那這樣六萬元中途如果說他離開的話 他必須要倒陪要倒陪四萬元 那這樣的話我不曉得這樣做事有沒有違法 這裡面當然去個案本身去了解 對我想現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雖然是個案本 雖然那主委講得很好 雖然是個案的那個解決的辦法 那這個指審的面當然就是那個 那個各縣市的那個勞工局 對 那政策面的指審是我們勞工局 你是他們的公計 你要怎麼去幫他們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那個 政策面在我們這裡我們是比較清楚的 對因為法律上面現在都已經有規範在 只是說現在因為真的是有很多不孝的業主 很多雇主 那你有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案例之後 我們有沒有做勞動的檢查 呃 我們有沒有做平常我們有沒有在做這些 平常的時候 因為雖然這是一個個案的案例 那我們平常的話 我們有沒有幫這些勞工 勞工平常來做這樣一個勞動的檢查 是是平常的時候勞動條件 這是勞動條件的檢查 平常地方政府就可以做 他本來就該做 那我們老有會做的是 那地方政府都有做這樣的一個勞動檢查 那地方政府有些 那我們那個我們我們所說到的這樣的一個檢查 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是不是都很 都很OK呢 沒有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像這樣的個案 有關於這種按摩相關的產業 那台北市政府有沒有做 我不清楚必須了解 但是我們在做的其他的專案的勞動的條件的檢查部分 其實我們包含比如說大科車的駕駛 包含各種相關的其他行業 比較多屬於這種勞動條件違規的這些行業 我們都有在經常性的做專案的檢查 專案檢查結果都會通知地方政府裁罰 或者是公布他的相關的 我們都有抽查嗎 不是全部啦 地方政府有做 那我們自己本身都有抽查嗎 都是做專案檢查嗎 專案檢查 對 各別的行業來做專案檢查 然後遇到狀況的時候我們在各別去懲處 對我們針對查到的就要去懲處 所以懲處各縣市政府還是懲處業主 沒有懲處業主 他會送給地方政府去懲處 那按摩的這樣一個工作算不是責任制的 算是一個責任制的嗎 也不是吧 因為他也是適用這個 他們有那個加班會嗎 他們有加班會 他們有勞健保嗎 還有僱用關係服務大局法規定到水 都有僱用關係 對對對 還是都保在我們那個工會裡面 沒有沒有他有僱用關係 在的話都要符合那個法律規定 都有那個期限嗎 他那家公司有158個人投勞保 目前 有在公司投勞保的158個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 那是經過這59個這樣出來報之後 才投的還是本來就有的 9月底的資料 9月底的資料 158個是9月底的時候的人數 9月底 9月底以前 那經營多久了 應該這樣講 他僱用的人 他正式僱用的那些人應該有頭 可能有一些他認為是承染的那些人 機動性的 現在在處理那個部分 但是他真的有頭的有158個 在9月份的時候 就有158個了 我希望說因為按摩這個 是屬於比較蠻吃力的 好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當然在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這樣有個專業的技術 那當然也要有一個專業的保障 所以您是他們的主導單位 我們是他們的那個 真的是他們的保姆 那我希望說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不管是員工的企業 或者僱傭的企業 我希望說你們都要把它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檢查 可以嗎 那勞工的潛意才有辦法 受到真正的保護 那個保護 因為我們要那個 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都屬於那個 去參加那個按摩技術的這個部分 都屬於比較 我們真正要做事 真正要賺錢的 他們賺的錢雖然很辛苦 雖然有多一點 但是他們真的很辛苦 好不好 是 那主委 那再來那立環宴 我們做了一個決議 裁測了因應貿易 自由就業發展的 那個協助的這個基金 那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金錢 那個錢是 那個歸還國庫 還是那個 繼續留在我們的 老委會這個部分 等於是移到這個公務預算 原來是在放在基金裡面 公務預算還是使用在 我們勞工的身上是不是 對啊 當然 還是留在我們的 公務預算裡面 對對對 那我要來請教一下 那 那我們因應要貿易 自由化 就業發展協助的這個 業務 那你們把它改為那個 公務預算 那你們就一比一比的 奔在各個那個 執行中心 是不是 我請那個執行中心 是一比一比一邊的 是不是 剛委員報告 按照我們 我們立老院的決議呢 這個 因應自由貿易的這個基金 就裁測 裁測以後它的結疑呢 就全部繳回國庫 那從103年起呢 就改編 在公務預算 那公務預算 就按照 勞委會及所屬各單位呢 因應貿易自由化 需要協助勞工的部分 分別在各單位裡面去編列 當然以職訊局來講 很大的部分是分別在職訊中心 那沒有錯 那你一比一比 應應在各職訊局的地方去編 應應一個各地方不同的地方 那我要講 因為我們整個台紐的那個 台紐的經濟合作 我們已經剛過了 那衝擊到的產業 又不一樣 那比如說我們 台中市需要一千個人 您編給他五百個人 這樣過嗎 張外線需要一千個人 您編給他 所受到衝擊的那個行業 都是不一樣的 在行列下的話呢 我們有設一個 對貿易自由化的 影響的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 會包括EKFA也好 或是包括台紐 我知道 台紐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個經貿的狀況 那你我相信 您知道這個產業 可以在各個地方 各個縣市 它衝擊到的 都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產業 一個人要衝擊到 一個人要衝擊到 我們彰化縣社頭的那個 襪子 對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台紐經濟合作 我不曉得衝擊到 我們彰化哪一個 那個產業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您所 我希望說您所 編的這樣的一個金額 希望說是符合 可以解決 當地各縣市的 這樣一個精銳的需求 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經過這個專案小組 認定哪一個 社群產業 影響產業以後呢 按照經濟部的資料 它會把所有產業的 廠商的資料 全部都出來 所以我們會知道 這一些事業單位 被影響的 它是遍佈在哪一個縣市 以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彰化 我們的社頭 就紡織部分 所以我們會在那個地區呢 提供這些呢 提升技能必要的協助 這個對我們現在在做 我希望在這邊 把這個錢 我們真正用在 需要用到的人 包括我剛才講的 按摩師的那個訓練 如果說我們有 把它訓練好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資訊 我們有出去的話 我們訓練好 它不需要被扣到 六萬年的那個 訓練的這樣的一個業績 是不是這樣 對 相關在這個行業裡面 勞工市場裡面 需要的技能呢 我們都希望能夠來 提供這樣的訓練服務 好 那我希望說您 我們站在這個 那個勞工的這個立場 我們要真正的 要保護到勞工的那個 這個權益好不好 好 謝謝